邯郸学部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群雄争霸 到了公元前260年 只剩下七个诸侯国了 而这个故事 说的燕国和赵国 就是其中的两个诸侯国 燕国地处今天的北京一带 是七个诸侯国中 最早建立政权的 赵国位于燕国南边 在当时是日渐繁荣的 新兴诸侯国 而国都邯郸 至今还是河北省的 大城市之一 邯郸离北京 大约270英里 现在坐高铁 只要两个小时就到了 邯郸学部说的是一个燕国少年 到邯郸去学走路的故事 那么这个少年 为什么要从燕国到邯郸去学走路呢? 战国后期 赵国跟邻国相比 政治和谐 军事强大 文化繁荣 因此成了邻国学习的榜样 据说 那个时候的邯郸人 长得很漂亮 跳舞跳得很好 走路也走得很优雅 燕国少年听说了以后 很羡慕 就决定到邯郸去学走路 那时候 从燕国到邯郸 可没有高铁 燕国少年 走呀 走呀 终于到了邯郸 从那以后 他整天在街上 看邯郸人走路 见一个 学一个 跟在别人后面 亦步亦驱 可是 不管他怎么努力 还是不能跟邯郸人 走得一模一样 燕国少年很难过 更让他伤心的是 他不但没有学会 邯郸人走路 还忘了自己 原来是怎么走的 这下子可糟糕了 他怎么回燕国老家呢 最后他只能爬着回去了 邯郸学部的故事 出自庄子秋水 庄子是战国时期的 哲学家和文学家 也是中国道家学派 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庄子的想象力很丰富 语言幽默风趣 庄子写的很多像 邯郸学部一样的故事 看起来很简单 但都很巧妙地表达了 中国文化中很深的哲理 因此 庄子的文章 堪称 文学的哲学 哲学的文学 历史上 可能并没有燕国少年 真的到邯郸去学走路 但是 庄子用了这个生动的故事 来说明 一个人在学习的时候 千万不能盲目地模仿别人 不然有可能 学不会别人的技能 还把自己原来的本事 也丢掉了 主人hole 里面 或论 诀论 后 аж 福 感谢观看